今天是星期六也是一年一次的冬至节庆 不过却遇上了补班补课 不过淡水区长为了体恤公所同仁在星期六好上班 而且刚好又是冬至 他就准备了许多的红豆汤圆发给公所的同仁 就连来到公所洽工的民众都可以拿到好吃的汤圆 今天是星期六也是一年一次的冬至节庆 不过却是上班族因为元旦连续弹性放假 所以必须在今天补上班的日子 不过淡水区长为了体恤公所同仁 员工在星期六还要上班 而且今天刚好又是冬至 区公所人数是准备了许多的红豆汤圆 经由区长亲自发给公所的每一位同仁 就连来到公所洽工的民众都可以拿到好吃的汤圆 我今天是来转健保的 洽工的 对 洽工的 今天是那个吃汤圆的日子 那今天区长把汤圆感觉怎么样 明年也要这个时候一起来 感觉很好 感觉天天发炊好 刚好这个捷径 是是是 对对对 民众表示今天刚好是冬至 来到区公所办理公务 刚好遇到区长在发送乐腾腾的汤圆 觉得非常幸运 也说明年还要再来碰碰运气 而区长表示为了要让大家有过节气氛 并且在冬至也能够吃到应景的汤圆 所以特别发给大家一人一晚送上温暖 圣诞节快到了 那今天又是冬至 我们特别准备了非常别致的圣诞礼物 就是我们的冬至汤圆 那我们送给每一位同仁 还有我们洽工民众 还有我们的自工伙伴等等 让他们感受到圣诞节意外的惊喜 那也祝大家冬至能顺利圆满 区长表示有于下星期就是圣诞节 今天刚好也去冬至节庆 虽然同仁们都要上班 但是区长也用这一碗充满温暖的汤圆 来慰绕公所员工的辛劳 并且也分送给来到公所洽工的民众 要与大家一起分享冬至节庆 所带来的小确幸 记者许端一 在学生报道 中文版本大学 感谢观看